大家好,我是Stan 特努力金ヒョーラ霸凌争议 真的是反转的反转的反转的反转 先是低社爆料霸凌 金ヒョーラ公司否认 低社公开金ヒョーラ的首显性大脸 自称是金ヒョーラ的三位高中同学发文护航 媒体公开受害者的通话录音 金ヒョーラ公开通话录音全文 表示没有亲自打人霸凌过 最初向低社举报的人 突然说自己记忆错误 金ヒョーラ搜索公司宣布低社造谣准备提告 愤怒的低社今天公开了所有采访内容 聊天截图 打脸了金ヒョーラ方提出的所有疑惑 该消息也登上了演艺新闻的热搜一位 首先低社今天的报道总结成两句话的话 最初向低社举报的两人 在见完金ヒョーラ后突然改口 向别的媒体说谎了 低社也公开了证据 我们先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能感觉到低社真的愤怒了QQ 低社搜集证据后 不会一下子会一点一点公开 如果你反驳的话 不会让你有投出的退路 低社是 如果你不承认的话 会一直置你于死地的地方 因为是一人经纪公司 所以不知道吗 为什么做这种错误的决定呢 为了你等待QQ的从门图结束后 低社才很轻微的爆料了第一篇报道 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 不至于是霸凌 就是有点混混的感觉 那个时候盗阙反省的话 以后就可以静静的回归了 却一直在反驳 还攻击爆料者 结果变这样了 低社为你着想了 就小看他们 低社是什么样的地方 还敢小看 结果你们变得这么狼狈 他们做这一行 又不是一两天 然后低社也公开了 金皮尔拉知道 有霸凌阵营后 还决定出演 特克罗里的理由 在最初采访时 金皮尔拉对低社表示 虽然说出来会让我感到羞愧 但我曾经也想过 原来人们可以如此虐待 或折磨他人呢 也许是因为 我从未经历过 蒙东恩的立场 所以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我曾试图合理化说 我做的这点程度 应该不算是加害者 我做的这点程度 应该不算是加害者 竟然能这样合理化 这是什么 一样的逻辑 应该也有很多人 看完特克罗里后 自己洗脑 我这点程度的话 不算是霸凌加害者吧 对于金皮尔拉决定出演 特克罗里的理由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非常神奇的 爱豆们的生日 1月1号 Aspers Winter NCT-kun 2月2号 Blockby Pio 3月3号 Clavery Tissetting 4月4号 Super Junior 5月5号 April Inan 6月6号 NCT Headchart Highlight 孙东恩 Hiona 7月7号 April Incheon 8月8号 Seventeen Escudce 都不一级永恆 9月9号 Oh My Girl UB Billy Moussa 10月10号 Suzi 11月11号 意大利村长邮寄 12月12号 Tiara 恩将 Qiri 12月7号 Thank you